我個人認為 那麼站在我的立場 因為過去特徵族是很可惜 特徵族本來是希望能夠像獨立檢察官一樣 辦任何人 你知道嗎 不管他是誰 可是後來特徵族很可惜 成了當權者的一種 尤其是黃世民在夜闖官邸的以後 讓大家對於特徵族印象熱烈到極點 那麼在檢調 根據我跑這個等於說 司法新聞的一個經驗 我們的檢察官跟一些檢察長 比較不是那種政治考量的 那種前途考量的人 他就敢這樣辦 我舉個最簡單的 前台北市 台北地監署的檢察長 刑害招好朋友 你知道嗎 但是他是六親不認的好朋友 他辦就辦 他不管跟你多好他都照辦 這樣才對 沒有什麼不能辦的人 沒有藍綠不能辦的人 下任的什麼屏東縣長還是苗栗縣長又怎樣 你如果設攤就辦就抓 我的立場也是一樣 我跟你多數都你們家的事 你敢拿錢就辦就抓 沒有什麼人是不能辦的 沒有人是沒有辦誰是動搖國本 沒有人是沒有 如果冤枉你了 要還你清白 如果你真的拿了 拿不然不應該拿的錢 你不要以為你隨便拿了一個錢 這件案子裡面很簡單 就聽到什麼東西啊 借貸借貸 另外一個部分聽到什麼 這個政治獻金 現在沒有在選機哪來的政治獻金 還有說賭債的 還有賭債賭債更好笑的 你知道嗎 所以他就想辦法頓點 然後或者是說到助理這邊扛起來 就跟他的這個老闆這個劃清界線 可是據我所知 這只是第一波 最快下禮拜還會有第二波 三年半不是只有現在我們看到這個東西而已 還有第二波 然後這個案子裡面呢 各位看新聞要 內行人要看門道 為什麼呢 李恒隆的手上有很多很多 他本來不應該知道的相關的東西 哪來的 哪來的 這些公文這些機密 哪來的 要查清楚 現在聽說都被調查局收到了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為什麼會有當事人半個月前就可能知道 所以立刻把錢匯回去 那甚至於把大哥大所謂的號碼換掉 那全部都刪掉 走漏消息 所以呢 這個案子一定會有第二波 那麼我們台灣過去針對這個泄密案 辦得都不乾不脆的 什麼偵查不公開 都是在開玩笑的 都當作是個笑話 趁這個機會第二波的時候 中嫂 是誰在泄密 查出來 過去過去都是雷聲大雨點小 這次非常可惡 這麼大的案子 這麼大的這個糾葛啊 那如果有泄密的話 你認為跟錢沒有關係嗎 不是公務人員嗎 只要有人涉及到拿的 不該拿的錢 就把他抓起來 就法辦 不管他是誰 判無期徒刑都沒有關係 經史上 市場 有免 絕疑 有免 完全 將